大家好,大家晚安 那個,我是那個 那個從31集就來到這裡 然後除了37集之外,還有 都有過來 然後我叫阿神 然後大部分都是那個 因為我之前算常拍攝,所以大部分都以拍攝為主 阿神都會盡一份心力,阿神 所以就在這裡,那個 不要合適 五六一動的那個制構 然後接下來那個節目是那個 綠色跟美西豆聯盟 那個 可以 追逐親演講,謝謝 各位朋友大家好 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團體最近辦了一個 零和時代的展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喔 在那個松山文創園區 然後其實 我們這個展期總共十天 在禮拜一終於結束了這樣子 然後其實這次的展覽 為了是什麼呢 其實那時候我們這個展覽 其實就是為了當初我們講說 何時公投所準備的 因為那個時候就在想說 何時公投,然後我們就必須要全台灣去 去想辦法影響很多人 所以我們就想要 我們要找很多教材 然後可以讓他們受到感動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找了一些 包含那個 反核的插畫展 包含福島核災的攝影展 然後也從日本請了策展人 他上禮拜有來嘛 就是在介紹世界各地的 核能被害者的一些攝影 然後呢 再包含我們有做的反核影展 那其實本來都是希望就是說 如果有公投的話 我們會到各地去巡迴啊 去放進這些東西 那當然雖然沒有公投 那時候我還是講說 我們還是要繼續辦 為的是說 沒有公投 我們就希望 我們還是要用街頭運動的方式 把核實停下來 那可能明年3月我們還要大遊行 同樣的他也是需要很多的教材 我們還是要到全國各地去巡迴 所以我們還是辦這個展覽 那可是在辦這個展覽過程當中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來看了我們 但是大家不知道中間有個插曲喔 那個插曲就是 我們在辦反核影展的時候 被文化部下令打電話來 要求我們要申請電影準眼執照 然後這件事情就變成一個笑話 為什麼 因為很多以前 就是很多的這些環保團體 或各個民間團體 甚至學校老師辦的放映 從來都沒有申請過 通常我們都覺得好像在戲院裡面 才需要去申請 那結果我們就去查一下法條 結果發現 果然電影法裡面真的有這一條 這一條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收門票 只要你任何一部電影 就算你自己在家拍的為電影 你把自己的生活拍下來 這種電影都算喔 只要你要公開放映 就得要向我們的文化部申請電影準眼執照 然後我們看到這條法律 我們都投昏了 哇這什麼年代 台灣什麼年代 還有這麼一個落後的法律 結果後來查一下 這個法律是戒嚴時代定的 到現在從來沒有修過 所以它根本就是一個落後的法律 那照這個規定來看 我們可能現在目前全台灣 90%以上的放映都是違法的 就是今天尤其我們在社區電影院 放映部好萊塢電影 那可能都是違法的 可是根本不符合台灣社會的常態嘛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這條法律 通常都是放在那邊 是沒有去執行的 是沒有去執行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納悶了 既然沒有去執行 為什麼在我們反核影展的時候 文化部要打電話來 要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然合理的懷疑 這是對反核的打壓 這是選擇性執法 明明可以不用管 但是他卻硬要管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有發新聞稿 那也有一些 就是也有一些記者 來幫忙聲援 來幫忙報導 那其實最重要的是 後來這個消息一出來 我覺得很感動的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跟他們抗議 所以我們就把影展定為免費 我們就在想說 那可能是 其實後來不管收不收費都要 那可能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乾脆就免費 來表示抗議這樣子 就是你把我們當作商業應員來看 那我就 我現在就不收費 結果後來最後 在不收費那三天 我覺得幸好大家幫忙 就是後來幾乎 那三天每一場都是爆滿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到現場來支持你們 那也有很多人給我們留言 就是說 反正就是非常支持我們這個放音 就希望我們不要被 被因此而而就是被禁言這樣子 好 那這個事情過了之後 我們就想說 好那這個事情 似乎有一個好的結尾 但是呢 昨天我們又收到一張罰單 好 跟大家講後面的續集 就說一張罰單 搞了半天呢 那個稅捐處來開一個我們娛樂稅 好 他說我們要繳娛樂稅 我們想 哇 娛樂稅啊 我們這到底 反合影展是娛樂的誰 這樣子 好 他說放電影都算娛樂 我們說這 這個算是小型的放音 他也幫比比 照戲月業者要收你娛樂稅 那就是你的門票收入的2.5% 好 那後來我們這次門票真的非常差 根本沒賣什麼錢 因為我們就小小的一個放音而已啊 那我們大概門票收入只有六萬塊 他說好 那就要抽你三千多塊的稅 好 那我們就認了 不要被人家講我們淘汰稅 好 我們就要繳三千多塊的稅 但是呢 他又開了一張七千五的罰單 為什麼他說你 是事後才補稅 你不是之前申請的 他你應該 在放映之前就要去繳稅 你就應該要先來報備 然後先來申請 然後你現在是 結束之後才來繳稅 要罰你七千五 然後我心裡想想 七千五加上三千一萬塊 我的票碼也不過六萬 我剛剛交了一萬塊的錢給稅間基增處 我們真的覺得太離譜了 就是 你可以發現這個國家的法律是這樣子的 這個國家基區他用法律來欺騙人 這是一條平常不會執行的法律 我們看到那麼多的民間團體在辦影展 甚至學校老師在放影片 從來沒有人 他從來沒有去抓過 但是呢 他今天覺得你反核 我要來修理你 想辦法修理你 他就可以拿出這條法律來用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重的前置 我們台灣言論自由 也會讓變成一個 國家他想修理異己的一個手段 就是我要不管 我都不管你 但是我如果我要管你 我就有辦法來管你 這樣你看你還敢不敢 那我們沒有什麼不敢 這一萬塊我不是繳不出來 但是老師叫我 那個教練叫我說要抗稅 不要繳 不要繳 太偉絕專不關 讓我們負責人 負責人不是我 大家注意 我們在考慮 我們在找律師想辦法救濟之道 因為我們覺得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真的是太離譜了 就是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打壓 那我們就在想 剛剛我有講 我這個活動未來是希望的全台巡迴的 那結果怎麼辦 我們這些電影 如果反核的電影 我們未來要進各個學校裡面去放映 我們要到各個社區中心放映 或到各個大家朋友的家裡面去放映 我們都還得去申請電影一人執照 那太離譜了 這樣其實完全阻礙了我們要推行理念 為什麼 因為當你 我們的影展現在開放大家自由申請的時候 今天假設有一個學校老師說 我要申請在學校放映 結果他發現文化部會刁難 還要申請執照 你說這個老師會不會打退堂鼓 他一定是想要 造成很多人想要打退堂鼓 我說我不要去聲援這個活動 或是我省了麻煩 我不要被這個相關政府機關盯上 那這我覺得就是他們背後的陰謀 他為什麼要伸出這個黑手 那其實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會繼續放 我們就開玩笑 因為我們影展完之後 後來我們有一部福島核災的紀錄片 第二天就是被台大邀請的就學校裡面放 然後我就公開的在網路上說 我說那台大這場方案也是違法的 文化部怎麼不敢去抓 就是他顯見是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那我們還是會繼續把這些活動辦到底 那要不要抗稅 我們跟律師商量一下 好 謝謝大家 那我想我們的反應活動 不會因為政府用這樣的公權力而不敢來 就例如說我們今天在五六運動這邊 我們也沒申請集會遊行法 但是我們大家也不怕嘛對不對 同樣的他現在是不想管理 如果他想管理他也可以用集會遊行法 去起訴教練跟這個割導號 他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讓國家用這樣子 就是讓他還留有這樣的一個落後的 的這個法律 留下一個這樣的手段來修理 與他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接下來我們可能針對修法 或是輿論 或是請學者來連署聲援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我覺得台灣民主是倒退的 好 好 那就這邊大家先報告我們這個零和時代的活動 那其實在松山文創這個園區 其實是 我覺得後來有吸引到很多不反和的人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選的地方大家都會說 為什麼你們要選擇這個最夯的 台北的這個商業的文創區 好那時候我們心裡面就想的是說 我們在這個每次反和遊行裡 還有五六運動裡 我們碰到的都是同志 我們大家都反和 那我們都是和尚跟和尚念經 那但是我想 我們還要再去影響更多 原本不反和 或是他是沒有管道可以接觸的人 所以我們選擇在那個地方 那也幸好的是 那個地方真的是人潮很多 所以我們大概十天下來 大概觀看的人次大概是好幾萬 真的是好幾萬 然後有好多 爸媽媽帶的孩子 年輕人 然後來逛街 然後都來看 然後甚至他們後來也都在那個留言本上 寫下他們開展的感想 有些人就會講說 我以前可能不反和 但我看了之後我才了解 為什麼要反和 其實那些的留言 那些鼓勵都讓我們覺得 這個活動是非常值得再繼續推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活動裡面 包含反和的插畫 還有包含這些福島核災的攝影 還有影展 我們都會開放申請 然後到各個學校 然後甚至去找各個藝術空間去巡迴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跟我們接洽 或跟幫我們介紹 可以去哪裡 放置這些 這些作品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看到 好 那就謝謝大家 然後這是我今天報告的第一個事情 那我現在報告的第二個事情是 同時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計畫在進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最近我們在推很多獨立樂團 包含在我們這三十七次每次的反和 這五六運動裡面有上台表演的樂團 這些獨立樂團我們在跟他們聯絡 問他們願不願意來一起出一張反和的音樂專輯 那籌備了好幾個月 結果昨天終於在12月4號 這個專輯正式出版了 好 那我們這個專輯呢叫做 台灣獨立音樂反和集不合作 12月4號正式出版了 那等一下我也想要請我們的那個 這張專輯的統籌上來介紹這個專輯 是怎麼形成的 是怎麼形成的 這是經過一番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奇蹟 因為這個總共這個這個專輯 我們那個時候寄邀請函給樂團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到回響會這麼熱烈 因為我們本來想只做一張而已 一張大概多少個十首歌嘛 結果當我們那個製作統籌 把邀請信發下去的時候 樂團的創作曲是如雪片一般飛來 然後呢最後我們一張CD放不下 我們現在是雙CD三十四首歌 真的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這些樂團平常也常常在五六運動來一演的 甚至在很多反和的遊行反和的活動 他願意在巨馬之前來表演 甚至不收表演費 這都是為了什麼 都是為了他們覺得只有反和 才能繼續安心無憂的繼續玩音樂 繼續在這個地方生存下去 所以這些都是他們的共同心願 那現在這張專輯呢 目前各位你可以在任何五大唱片行 博客來任何的這些唱片行都可以買到 我們已經有這個發行商幫忙發行 所以從今天從昨天開始 現在各位如果你到任何唱片行都買得到 或者是網路上你都買得到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 藉由這些樂團的這些音樂的柔軟力量 能夠幫我們去影響更多人 幫我們去影響更多人 幫我們去影響更多人 那我想做這些專輯喔 有很多的小故事 而且做這些專輯呢 其實不管是樂團 還有我們的製作的統籌 其實全部都是義工 真的也讓我非常非常的感動喔 那甚至這些樂團在做這些專輯的時候 大家知道他們要自己新創作歌 做完歌之後要進錄音室錄 然後能到錄音室錄以後再拿給我們 那這些錢其實都他們自己出 我就曾經看到就是 嗯 有那些音樂人他們錄好以後 他就要我面前付給那個錄音室費用 就說這首歌的費用他把它付清了 我就心裡很感動 就是他們來做這些事情 讓這個專輯可以成型這樣子 好 不然的話照理來講 這麼豪華這麼大規模製作 不是我們一般的環保團體 可以撐得住的 所以非常非常感謝他們的義舉這樣子 那我還是要介紹一下 我們真正的這個幕後工程喔 那也就是一個 嗯 我們稱之為我們有成立一個 反和音樂界的工作小組 那這裡面小組 我們有一個超級大志工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演講的那個 鍾景培先生 那他音樂之前一直在音樂彩音樂工作 那這次就是 其實之前他也都是默默做很多 遊行後面的幫忙者 就例如說我們常遊行 會需要樂團上來表演 他就會用他的人脈去聯絡樂團 問問他們願不願意這樣子 就他做了其實很多很多幕後的工作 那他這次跳出來說 他想要做這張反和專輯 那這時候我心裡想說 這好像是一個美麗的夢想 因為我已經聽人家講好幾年了 大家都說來做一個反和專輯吧 但是都想說這年頭唱片業又不好賣 然後都是藝演的 有樂團會樂意嗎 結果沒想到這個夢想這個奇蹟 今天終於完成了 所以讓我們歡迎一下鍾景培先生 請他上台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專輯 還有做專輯的一些邀歌的過程 那先跟大家介紹他是香港人 所以講壞你的口音 他說需要我在旁邊隨時翻譯是不是 好 請講 謝謝大家 我就是應該是講不到三句 就已經路線了 就是大家一定知道我是香港人 所以基本上書心不需要特別講 因為我一講話應該大家就知道我是香港人 我是在1996年就開始過來台灣了 過來台灣的時候就已經從事跟音樂有關的工作 所以當我開始跟這次音樂蘇星之後 一直都在想 我們做音樂的到底可以為那個反合的事 可以做什麼事 那在去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2012年 有在公館的對我辦了一場 叫河點歸零的演唱會 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沒有人要去 那一個演唱會是從上午四點鐘 一直到晚上的十點 多十一點 那 那 當時還結合了那個 反合的插花獎在德國的外面 他們的獎場 有反合插花獎 然後裡面是音樂會 那當時是全場傍晚的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 由佐水溪公社就開始演出 那壓軸的就是陳時珍 那所以 當時的那一個很早就已經有很多陳時珍的歌迷在排隊 那一次演唱會其實真的是感覺是蠻成功的 那到今年的3月9號 我們在遊行之後 我們首先希望再有一些樂團 來做一些演出 那於是我們也 我們也交集了很多的樂團出來 來一起來做表演 他們都是異舞的所有樂團 那到 那至今年8月份 我們本來也想再辦一次第二次的反合演唱會 因為那時候就是在找公投的問題 那我們很想再集著一個音樂會來集集集集集 那結果就是後來公投就不了了解嘛 那所以我們就後來這個音樂會就一直一直壓下來 就沒有去辦 那就在這個時候我就一直在想 我就跟蘇星討論 就說 其實除了辦音樂會 演唱會以外 我們可不可以想辦法 我們可以出一張CD 那當時就是 也在我們的Facebook裡面有一個小組 剛剛蘇星提到兩個小組 大家提出來 那反應其實就跟蘇星講 都覺得抱一個比較擔心的 覺得因為唱片試到不好嘛 大家都殺仔 沒什麼人去買CD 那所以一直都就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覺得不緊張 那但是我就就有一點不服氣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有試試看 於是我就 就輪遲來 就寫了八字字封聖幾約堂 那些聖不是喘著先 因為我覺得收拾喘著先 拆尾塵意 所以我就一封一封先 寫幾幾幾幾幾幾幾約堂 那結果我家廳就收到很多約堂 回來了的反應 那大部分約堂 沒有一個約堂教授我 我不犯何 一個都沒有 他只有 他沒辦法參加的 他會說 欸不好意思 我的歌 現在目前沒有關於凡何的 我可以介紹你 我有一個約堂 他有寫凡何的歌 我可以介紹你 約堂的反應是這樣的 從來沒有一個約堂告訴我 欸我不凡何你不要找我 從來沒有 那另外有一些約堂就說 欸我現在最近在忙 但是如果有演出 我一定參加 那這個就是我看到 台灣獨立樂團的可愛 所以 我很希望大家 要 真的很 去支持這些台灣的獨立樂團 那所以就是 剛蘇星提的 我們本來只是想 欸其實出一張專輯 結果 我們就收了 總共是 三十幾首歌 其實 其實是不急的 因為歌太多了 一張CD的容量 只可以放十七首歌 我們已經放到七十八分鐘多 再放下去 有一些CD可能會讀不到 所以我們就不敢冒這個聲 所以我們只能放三十四首歌 那 那這三十四首歌 到底有哪些約堂呢 我很快地來跟大家 簡單地介紹一下 嗯 好 好 那第一個是TCB 我相信 沒有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 年輕的樂迷都聽過它 TCB在今年的三月九號 他就在 返河的友善的現場 他就有表演 他當時就表演了 這張專輯裡面收錄的一首歌 這是因為我們感到疼痛 然後我 分享一個很小的事 就是我年輕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在香港 念書的時候 有讀了一本書 是 中國一個作家寫的 《大後英》寫的一本書 叫《人那人》 可能現在年輕的朋友 可能沒有讀過 那這本書是講文化代表的事情 那始終那個主角叫何晶夫 他講了一句話 他是 引用 毛澤東寫的一句話 他說 只有出生 才會憑自己的 直接經驗 去認識這個世界 那 我在想 我們不需要等 核電廠發生事情 我們才去反對它 因為我們 我們是人 我們是人 我們反核 所以當我一聽到 TCB這首歌 這是因為我們感到疼痛 我完全不用考慮這首歌 一定是放在CD的第一個check 因為它整個 次是當音樂上 你 噹噹噹噹 出來就 完全就是CD的第一個check 應該有放這首歌 所以大家回去 你一放出來 你就會覺得 哇 沒錯 就是因為我們反核 因為我們感到疼痛 疼痛 好 那第二首其實也不用多介紹 就是陳生的那個 都是柴油的 雖然我們笑說都是柴油的 但是 都我們聽到 核電廠發生 有跳電 發生事故 其實我們心裡面都是毛毛的 可能 萬一真的是 有事怎麼辦呢 那第三首這個樂團是來自台東的 一個樂團叫青松玩 我第一次看他們表演的時候 是在 梅里灣的演出 在 就在台東 就在 山陽灣的那個地方 的一個演出 他們這首歌 當我知道 香港 請香港的朋友 幫忙做 那個mastering的時候 他們聽到 非常感動 他說 那個支皮歌 他都起來了 所以 這首是全新的作品 作品 他是特別為我們這個專輯來寫的一首歌 這首歌叫哪裡 好 然後 這個樂團 大家應該有 現在是年輕人很喜歡 那我懂你的意思 那 他們也特別為了這個專輯寫的一首新歌 叫 這首歌 與奧摩的契樂 這首歌 其實也是他們的 對 對 那個 河電的一個 反省 跟 一個 表態 這首歌 是一個比較新的樂團 它叫林馬大 它這首歌是看完了被遺忘的動物們這本書寫的一首歌 那之前我們在旅舞店有一個演出 他在現場唱的時候 是忍不住 就是在現場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才把這首歌唱完 好 這首呢就很特別 那 大家知道這個樂團是 這個樂團是一個電音的樂團 就是 什麼 會這樣 然後 那這個曲 那這首歌你會聽到就是 Oh Monster in the city 那憨子就代表很多 當然又包括 工具 diese曲 這 beispielsweise 進行 今天又收集了電音樂團的歌 所以 是 很多不同的風格的樂團都有參加 好 然後拍iece 蕭鳞 大家應該聽過了 他們 這首歌不是新歌 但是這首歌真的是非常適合我們的主題 它將來一首叫《深海的你》這首歌 我聽不懂台語 但是我一看歌詞 一邊聽一邊就忍不住 會演詩詩 然後這個叫 看名字好像比較可怕 叫《石柚國雞雞》 這比較恐怖 但是它的歌叫《地球守護者》 它是一首會殺到大家 大家可能第一次聽會殺到 因為是那一種 就是聽一些Metal的 台語的重金屬的音樂 但是非常精彩 大家真的希望可以買這首歌 去聽一首 有一個主耶書 他們是 就是那個 贊成 對沒錯 贊成這個多元成家的豬頭皮 他們這首歌其實是超過20年的 叫《反核女鬼》 它是 這首歌是 從20年前開始 反核運動開始 它已經做了 直到這一次才正式地把它 變成一個錄音出來 這首歌非常有趣 我一邊聽一邊想要學 它的台語的發音 非常好玩的一首歌 然後王劍 那這首歌 它是 它之前爭執的一首歌 那也是一首非常 跟主題 有配合到的一首歌 好 我又快一點了 好 《楊威昂》是原住民的一首歌 他們是 應該是在台東的 但是他們 也在台北 他們特別創作了一首歌 叫《山海戰》 這首歌其實就是 反而就是 這些 大自然的 應該是 我們去愛護它 並不是 要用 蓋一個核電廠 來去毀滅它 好 其實我不想再一首一首講下去了 其實 總共 就是三十四個樂團 每一個樂團 都是很用心地去 去 去 寫了一首歌 所以我希望 就是 透過我們這一次的 不合作專輯 可以碰到 遇到很多 平常 沒有太 注意 反合這個議題的一些 樂迷 同時間 我們要辦 音樂會 先預告一下 我們在 五六運動的 今年的最後一場 就是10月27號 我們會 至少安排幾個 不合作裡面的樂團 來到這裡 跟大家一起啤酒 跨年 好 另外再 再預告一個 就是 明年的 2014年的 2月22號 請大家先把它記下來 222 應該很好記 我們明年的2月22號 我們去年是在 對我 我們今年挑戰更大的場地 我們挑戰 Legacy 就是 超過一千人的地方 我們希望 在2月20號 再辦一個 不合作的 音樂會 希望到時候再看到大家 好 報告完畢 謝謝 謝謝